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以自杀的方式给这个社会敲响了警钟 一次揭露这个虚伪的和平 市民死后 他的儿子不顾一切拿着刀冲了出去 机器人扫描时发现 这孩子手里拿着刀 便毫不留情地把小男孩给秃秃秃了 而这一幕正好被全世界人民看到了 机器人执法的合法性 因此受到社会公众的质疑 很快政府就颁布了禁止使用机器人的法令 这下让科技公司经济损失惨重 老板塞拉斯非常不满 为此塞拉斯就想出了一个办法 就是把人类改造成机器警察 这样不仅拥有人类的情感 还有机器人的战斗力 双管齐下一定可以取得人们的好感 另一边 我们的男主莫菲登场了 他在办案的过程中 发现警局内的武器 竟然出现在了黑市 这让他很诧异 他和搭档杰克 假装成买家与黑帮交易 结果却因为有人通风报信 导致办案失败 莫菲侥幸逃了出来 但杰克却受了重伤 回家后的莫菲突然发现 楼下汽车的警报器响个不停 于是下楼查看一下 刚打开车门 汽车就发生了爆炸 莫菲直接被炸成重伤 当莫菲醒来之后 已经过去了三个月了 看着自己一副钢铁的躯壳 莫菲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始终无法接受这个事实 而改造莫菲的诺顿博士 为了让他明白这一切 便把他的躯壳一个一个地拆开 最后只剩下了头和心肺 其他器官都没有了 莫菲很崩溃 但考虑到自己还有老婆和孩子要照顾 拒绝不了就只能接受了 随后莫菲就开始训练 在训练的过程中也发现 这种人机结合的机器人 由于还存在人类的情感 应激性始终落后于完整的机器人 于是诺顿博士又对莫菲进行升级 在其大脑中植入了芯片 并且抹去了他的情感 而装甲也换成了更强的黑色战架 在随后的训练中 莫菲彻底开挂了 直接干掉了50多个机器人警察 成为了切切实实的战斗机器 在与公众见面时 短短的60秒就抓获了一个 再逃多年的嫌犯 由于他的程序中 输入了历年来犯罪分子的信息 他可以通过人脸比对 判断出该人是否为犯罪分子 成功打击了罪犯 这样城市的犯罪率直线下降 民众因此十分支持这个机械战警 但莫菲的妻子则不然 他再也不能感觉到莫菲的温暖 一次妻子在大街上拦住了莫菲 但莫菲扭头就走 丝毫不顾及妻子的感受 然而莫菲的内心还是躁动了 他调出了儿子的画面 并且驾车来到自己的家门口 还模拟出之前汽车爆炸的景象 莫菲情绪很激动 终于突破了程序的限制 慢慢获得了情感 随后莫菲找到了 想要炸死他的黑帮团伙 他不仅轻松地干掉了一群人 还从一把枪中 扫描出警局内间的指纹 莫菲直奔到警局 从内间的口中得知 局长才是幕后黑手 接着莫菲又找到局长问责 刚把枪指向局长 就被人给强制关机了 随后新闻又放出 莫菲受伤正在被抢救的假新闻 原来莫菲的正义行动 已经让政府取消了 使用机器人的禁令 塞拉斯的阴谋得逞后 莫菲也就失去了利用价值 于是便派人准备弄死莫菲 诺顿博士得知此事后 取下了莫菲身上的控制器 这样塞拉斯就不会被关机了 得知真相的莫菲很气愤 后果很严重 他下定决心一定要弄死塞拉斯 他开着摩托 拉风地冲进公司大楼 并和几个大型机器人 来了一场恶战 但终究寡不敌众 身陷困境 眼看莫菲就要被打死了 这时他的搭档杰克突然出现 挡在了莫菲的面前 而机器人扫描杰克后 认为没有威胁 就停止了攻击 莫菲趁机逃脱 经过艰难险阻 莫菲来到楼顶 找到了准备做直升机逃跑的塞拉斯 但他的老婆孩子还在塞拉斯手里做人质 莫菲本想杀死塞拉斯 但他却怎么也抬不起枪 原来塞拉斯早已在莫菲的程序中 将自己编制成不可攻击对象 正当塞拉斯扣下班机的那一刹那 莫菲也突破了程序的限制 直接枪杀了塞拉斯 最后诺顿博士又将莫菲修复了躯体 而他的老婆孩子也幸福地走到了他的跟前 一家三口从此过上了快乐的日子 本片以科幻的视角 对机器人的执法模式进行了探讨和论证 机器人是否能够大体人类执法呢 这恐怕是未来一个值得深究的问题